曾在2017年拿下中职中继王 并一路从Lamigo到乐天桃园 前后效力了七年之久的王耀林 从上个赛季开始 职业生涯变得动荡许多 在季中被乐天交易到富邦 当了半个赛季的汉将之后 休赛季则是遭到释出 并在近期宣布加盟卫拳龙 正式成为龙军的一份子 而在短短一年经历了老东家乐天的交易 富邦汉将的释出 短时间内换了三支球队 面对这样起伏的日子 男主角本人心情又是如何呢 心境上的转换 我只是觉得 这种东西都是很突然的发生 然后接到交易这个通知的时候 就是一两天都会觉得很不习惯 也没有说花太久的时间去调整心情 就是一样是正面看待这件事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 就觉得还是一样在棒球场上打球 对于职棒生涯已经有十三年经历的王耀玲来说 涌入星球队不会是件难事 而且队上还有个可以互相砥砺支持的弟弟王维忠在 就连叶军章总教练都相当期待 这对兄弟党接下来的化学效应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 我不会说太多话 因为我知道他知道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像我通常都是因为受伤 不是受伤就是动作上的不稳定 他都会做出建议 我还蛮期待说王耀玲来 然后可以跟王维忠有一些产生一些化学效应 像过去两年 其实维忠一直有一些伤痛的问题 影响到他的球技 那毕竟两年的状况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想说 王耀玲来 他除了可以在牛棚协助我们之外 其实可能跟王维忠的一些互动 可能会帮助到王维忠 所以其实他对我们来讲 算是蛮重要的 如同叶总所说 王耀玲的加入 不管对他或是对球队来说 都会有所帮助 除了王耀玲能够拥有更多发挥空间以外 资力丰富的他 更能够稳定投手群的军心 并和弟弟王维忠互相帮助 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居然我们拭目以待 我来体育台采访报道